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7日星期二 美股昨晚大幅度上升 事源因为有新的疫苗出到来 而且成效比辉瑞更高 辉瑞那只一定要在零下70度附运 地球哪有零下70度的天气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大用 至于新的疫苗可用性比较高 刺激到毒警司指数最高至29,964点 收市都收在29,950 是创了历史高位 可能受到美股的刺激 港股今日高至134点 到26,515 之后轻轻再升到26,530点 创了今个月的高位 但成交金额真的有点不足 其实近日成交金额一直有缓步减退 你没有动力支持的升势一定受规限 结果去到下午时段 指数曾经轻轻回落26,339点 到跌42点 不过都完全不重要 因为无论升或跌都在200点的框框里面 相对今个月的低位是2日的24,232点 市场根本一直在高台上 看看指数 由于今天创了一个月的高位 变成由2日的低位24,232点 至今早的高位26,530点 今回的波幅 上升波幅已经抗互到2,298点 说真的 这个幅度不算小 即是后轻就算有更高的指数 比我们见得到 相对来说只是感上天化而已 意义不重大 当然之一日指数仍然在10天线流上走 意味着指数就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上 技术上、形态上都属于一个玉士顶的格局 现在所说的顶暂时来说 仍然是7月7日的高位26,782点 看看走势 大家看到了 技术上来说由23,124点 9月25日的低位 到10月30日的低位24,029点 是组成一条短期的上升轨 直到现在这分钟都走得很好 市虽然有高台有反复 但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连带20天线最快会在明天上破250天线 出现另一个黄金交叉 代表技术上的一个升势 很大机会已经进入中期的升浪 中期升浪和中期反弹有点分别 中期的反弹可以是6至8个星期 8至10个星期 无论如何都完成后 市又会有反复 但中期升浪就算有点反复 势头仍然继续向上趋升 目标现在直至这个 7月7日的26,782点 如果市能够突破这一点的话 技术上进一步向上望 就是今年全年的高位 1月20日的29,174点 不过当然 今年能否见到 这便下回分解 但有一点我想说 11月的上升遗留了三个上升裂口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都圆空在此 第一个裂口是203点 第二个裂口有250点 第三个裂口都有109点 放在此 这些留待以后才慢慢解决 市场一路去不到 或者不能够快放 是什么原因 你看到便看到 成交金额 当日上周二有2338亿成交 周三有2674亿 但之后的成交金额 一路慢慢慢慢细 1600多 1500多 1400多 今天连13亿都暂时未有 成交金额的动力 是有少少收削的 即使市场 即使局要向上走也好 但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 市场就算走得来 也只是波幅性的拉脚 不过怎样也好 10月份是一个上升的月份 11月份如果能够维持 连续两个月是上升的 2020年是第一次出现这个情况